华语当红一指标中韩组合TAMS 上班里由音乐录影带拍摄花絮曝光 净显大男孩调皮真实一面 组合排名第六位 不要惊讶打败肖敬腾张信哲等实力上将 来到本周华语当红一指标第六名位置的 正是由中韩两国合作打造 去年十月刚刚出道的新人团体TAMS 而本次曝光的花絮 则是他们首张迷你专辑主打歌 偶像万万岁的音乐录影带拍摄现场 既然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歌曲 自然少不了与女主角的对手戏 这也让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的这一群大男孩 感到格外新鲜 即使没有自己的戏份 TAMS的成员也会自觉的凑成一堆热闹围观 也让正在拍摄的同伴格外不好意思 不过与女主角的对手戏再浪漫 也难迪延续三十多个小时的拍摄辛苦 好在几位大男孩最不缺少苦中作乐的本事 又是自拍 又是各种搞怪小动作不断 几名成员还模仿起了音乐录影带中的剧情 为你爱上的我想万万岁 为你平凡的我想万万岁 痛苦和悲伤留给我自己 快乐送给最爱的你